随便吃都不胖的福 大大的用印章刻上的红枣酸奶 应该会颠覆你之前对奶黄包的认知 大家好 我是每天和狗狗一起拆过地团养团 哎哟 默契不错 那个 宝宝们有没有想到他叫什么了 是金葵红名字 今天我们插一个我刚刚收到的一个 生鲜的包裹 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说是奶 我准备一把包 哎回来了 我打算 我打算贴上这个吃 因为这上面写着 随便吃都不胖的福 懂 那我现在开始吃了 这样感觉吃得心安理得的 这个直接吃吗 有没有食用 我刚查了一下要加热后 他说味道会更好 那我赶紧去加热一下 马上回来 加热好了 它感觉就像 闻着感觉就像奶黄包的那种感觉 好 那我开始吃 这个 这个上面 就是大大的用印章刻上了红枣酸奶 污上去也比较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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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再吃一個蠻好吃的 那裡面那個吃的還是很多了吧 好 我們現在就吃到這裏 寶寶們可以嘗試下這個紅皂酸奶 應該會顛覆你之前對奶黃泡的認知 因為裡面的餡兒加酸奶紅皂的感覺 很重 反正你們應該是沒有嘗試過這兩種東西夾起來的感覺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裏 寶寶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